大家好,咱们在家炒粉条 怎么做不粘锅还好吃 而且劲到不成坨呢 今儿呢就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做好后全家人都抢了吃 首先准备一把红薯粉条 先将它放入盘中 然后加入温水 给粉条泡软 泡软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利用泡粉条的时间 先准备一个碗 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加入几滴白醋 去腥增香 再用筷子充分的把鸡蛋搅散 尽量把鸡蛋搅得均匀一些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 才会更加的蓬松 然后拍几粒大蒜 再将大蒜剁成末 装入碗中 再来适量的生姜 切身后再将它切成末 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 咱们准备一小把洗净的韭菜 将它切成均匀的段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咱们的红薯粉条已经泡软了 现在的粉条比较长 为了方便食用 咱们用厨房剪刀 把粉条搅断 接下来把锅中的水烧开 下入红薯粉条 用筷子时不时的搅动几下 防止粘锅 这个过程呢 要彻底把粉条煮到没有硬心的状态 煮好后将它捞出来 装入一个大碗中 为了让粉条增加食欲 在里面加入适量的老抽 调一下颜色 咱们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朋友们看一下 现在的颜色是不是看着非常的有食欲呢 为了让粉条不成坨 里面加入少许食用油 再次用我的左手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先放到一边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把鸡蛋液倒进来 先将底部煎至定型 接下来翻个面 给鸡蛋铲成大块 喜欢吃老一点的 可以把鸡蛋多炒一块 这样的鸡蛋吃起来一点的不腥 而且还有浓浓的蛋香味 接下来锅中不用刷锅 直接再来少许食用油 油热下入姜蒜 简单的翻炒两下 把小料炒香 注意这个时候不要炒得太过了 要不然里面的小料就糊了 炒香后里面加入一碗清水 接着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十三香或者是五香粉 再来适量食盐 咱们给粉条倒进锅中 用筷子将它划散 朋友们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的粉条已经不成坨了呢 全部划散后 给所有的鸡蛋倒进来 切好的韭菜也倒进来 直接就用筷子翻炒就行了 朋友们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婶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经过不停的翻炒 里面的味道也逐渐的融合在一起了 同时韭菜也炒至断生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 撞盆了 这样一道美味的炒粉条就做好了 粉条不粘锅 而且劲道不成坨 里面加入了鸡蛋 还有韭菜 这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南亚美食 让你天天吃好菜